请 怎么样 还没回电话 我现在给她那个朋友 蓝梅打个电话 看他们俩是不是在一起 我接个电话 喂 蓝梅啊 是我呀 那个年年在你那儿吗 没有啊 没有 是这样的 我一直给那个年年打电话 她都不接 我有点担心 那个阿姨你别担心啊 她可能是信号不好没听到 好 那谢谢你了啊 再见 再给年年打 再打 谁啊 童年的妈妈 找不到她了 不会在你偶像那儿窝着呢吧 应该不会吧 难说 我打个电话问问 妈 这个真好吃 你也吃啊 多吃点 来 你尝尝这个 蓝梅是谁啊 我哪知道 喂 喂 那个童年在你那儿吗 她昨天晚上喝多了 现在还在睡觉呢 什么 她喝酒了 那个 她妈妈正到处找她呢 知道的话肯定要生气的 你千万别让她接电话就行了啊 谢谢提醒 我知道了 她喝酒了 对啊 不过也好 今天都快点了 也是好事 好事 童年 不要接电话 来 童年 姐姐 这是什么回事啊 你妈妈给你攒了 那么多电话去东西 我问你在哪儿呢 我在 我在韩生严家呢 她现在就在我旁边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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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那儿睡觉 她姑娘那句像话吗你 不要哭 我再睡一会 我跟你说你马上给我回来 你还听见没有啊 喂 喂 那个阿姨 我是韩生严 她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在我那儿睡一会儿 然后我们在那儿回来 回来 回来 然后亲自向你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拜拜 阿姨 好吃 吃什么事 喂 喂 喂 她在谁那儿睡觉 你说话呀 她在谁家睡觉呢 韩生严 韩生严 他们俩又在一起了 年年又回心转意了 什么回心转意了 一看就是被骗过去的 韩生严说了 说年年不舒服 在她那儿睡觉 这晚上回来 跟咱俩解释这事 其实那孩子 对年年挺痴情的 现在想想也挺不错的 她至少对年年一心一意啊 你说 你怎么回事啊 你得当爸爸的 你姑娘在人家那儿睡觉 你就不担心啊你 我当然担心了 没你想那么严重啊 老婆 客人还在家里呢 等客人走了 咱们再说这事 不行不行 你现在立刻马上 把年年给我借回来 快去快去快去 你干嘛呀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年年又不是小孩子了 她现在是大人了 你做任何事情 给孩子留点面子行不行 再说了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又不是旧社会 你瞧你的奉剑思想 我告诉你说啊 年年在韩生严那儿睡觉 我这个当妈的 我一万个不放心 你跟我快去快去 去哪儿 老婆 你听我说 我跟小韩聊过 小韩那孩子 我觉得她做事 挺有分寸的 你放心 如果有任何事情的 她做事情 会顾着两家大人 你放心 你放心 行了 你说年年这孩子 怎么回事 你说这回那孩子多好 这天天去医院 伺候她妈 一看就是一个孝顺孩子 这年年怎么就 跟她一点缘半都没有了 我就气死我了 真是 其实小韩那孩子也挺不错的 至少对老人也挺有耐心的 多好 你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听着你口风有变呢 口风有变 我问你 你是哪边的 我能是哪边的 我当然是你是一边的 我只是发表我自己的个人意见 但是你是一家之主啊 你是这个家里的核心 你 你的意见是最大的 我都听你的 对不对了吗 你我 你不问你是哪边的 客人在呢 走走走 管我管 走啊 走 醒了 刚才你妈给你打了四十七通电话 但是我没接 可是你接了 我电话呢 我电话呢 知道你跟你妈说什么了吗 我说什么了 我用词还挺纯洁的吧 你说你躺在我这儿睡觉呢 旁边还躺着很伤眼 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鬼话 赶紧去洗漱一下吧 一会儿陪你回家 我为什么陪我回家 你妈在电话那儿都快疯了 都快吃了我了 我得去跟她解释清楚吧 完了完了 我死定了 别人 别人 你怎么能 Heritage 我回家 你不死定了 我死定了 你没有死定了 我死定了 你就是得死定了